为了争取海外中国国民党党员的选票 党主席候选人之一的詹启贤 特别举办了视讯会议 跟洛杉矶的侨胞朋友们见面 来表达他的理念 期望获得支持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即将在5月20号举行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候选人詹启贤 上周末与南加州蓝营的支持者 举行了台北洛杉矶视讯连线 表达五大党务革新理念 并且倾听海外党员的需求与心声 南加州詹琪贤后援会会长附中杨贤怡 国民党美西南常委谢宗皇 以及相当多的侨胞朋友都到场参加 热闹的活动在让国民党不一样 让台湾有希望的口号声中热烈展开 国民党让国民党不一样 让国民党不一样 让台湾有希望 希望海外的党员能够多多认识他 因为他是一个改革 他的包护就是希望能够改革国民党 希望能够让国民党跟中国中华民国 一直继续下去这样 我们詹副主席在美国十多年 特别在南加州担任了 普莫娜医院的这个外科主任的医生 后来有感于对台湾的热爱 所以回到了台湾 先后担任了齐美医院 以及我们卫生署的署长 2008年也出任了马英九国民党竞选的总干事 所以他的学经历经验丰富 张庆贤第一个战胜九二共识 和对外对外的关系要恢复 第二个他说我们必须要中华民国 叫中华民国 我们不能去掉中国话 因为中华民国的历史太久了 就好像国民政府当年 国民政府想去掉日本话 一样的 因为台湾这是民族是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子去分裂 应该团结 就是他的政治理念 我非常赞同 张庆贤表示 党主席的改选将关系到国民党的未来发展 并且影响两岸关系 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 如果顺利当选 他将折合国民党 吸引年轻族群参政 共同的为国家社会努力 他也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 在2020年为国民党赢得总统大选 当天张庆贤针对现场民众的问题 表达了详细全盘的解决方案与计划 让大家更加了解他的竞选理念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